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都率先启用婚姻登记脸部识别系统 理由很正当 就是严防重婚等不法行事 该系统和公安部门的信息系统是对接的 很好地解决了登记人身份信息冒用的问题 按照中国官方的计划 2020年以前 全中国将加装6亿支监视器 监控14亿人只要3秒钟 世界第一个电视运动 更恐怖的是 民众从出门开始 去了什么地方 买了什么东西 全都会被评分 还会结合银行账户 网路留言等项目 批评政府或宣布 恐将沦为不及格公民 虽然系统开发人员振振有词 声称民众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但专家忧心 中国政府高调监控全民 其实全都为了这个地方 在中国新疆监视器数量几乎超过维吾尔族人口 让外界忍不住怀疑 中国打着生活便利的大旗 积极研发脸部识别系统 真正目的是让全中国变成一座超大监狱 在新疆监视频综合报道